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吳哥好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黄文明 大家晚安 好 今天在立法院 對 招偉的選舉 今天正式展開 很快 非常的順 OK 最後的結果 我不知道有沒有跌破你的眼睛 因為這兩天一直在傳說 萊茵會不會 李浪一席 招偉給白銀 最後的結果 萊茵 綠銀 各拿巴西招偉 OK 那白銀完全沒有拿 為什麼 因為其實 最後的法案 招偉出爐 綠銀 巴西 萊茵 七席 那有一席是高金 萊茵禮讓給高金 OK 那所以無黨籍等於是一席 然後民眾黨 那副本人講 民眾黨非常客氣 沒有提任何人選 超羽 那前面這一陣子 到底都在幹嘛 對 都在幹嘛 我以前都會先鋪陳一下 但是我今天直接講結論 我的觀察 我的結論就是說 你萊茵就是熱臉 貼冷 屁股 你白銀就是沒有準備好 而且很可能你就是自證 你是無用的巴西 好 但是我還是要先講一下 今天到底怎麼回事 結論出來 你要講為什麼你會這樣 對 好 那因為今天是這個總招 招偉 八個委員會招偉的選舉 那事實上呢 國民黨今天8點15分 就假動了 先開了黨團大會 那我這邊先講一個案外案 那這個黨團大會的時候呢 國民黨又把所有的助理 通通都給請出去了 我會覺得說天啊 你這個 然後這個 就立委在裡面就討論嘛 對不對 可是你每次都把助理請出去 然後報告共識營 有沒有 投票的時候 也是助理全部請出去要清場 那你就是嚴重懷疑助理就是泄密嘛 但是這個黨團大會開完不到20分鐘 新聞馬上出來 馬上講說裡面的這個立委 講什麼講什麼 那你還請助理出去幹嘛 那你不是證明 第一個啦 我會覺得說這個黨團大會裡面 沒有不透風的牆啦 一定都會啦 那第二個 那證明大嘴巴 你就是立委嘛 你每次什麼事都講助理 對對對 以後就把委員請出去 然後助理留下來 留下助理在開會 像話 那事實上在裡面 這個當然是大家轉述 轉述出來立委就說 炮聲隆隆 每個人都滿腹委屈 大家都手機拿出來 跟傅昆琦講說 我在地方 不是服務處被打爆 就是你看我的這個 這個簡訊 被那個鄉親反映 你們敢投這個 就是說敢禮讓給民眾黨 我就下次就絕對反對你們 不投給你們 每個人都講說自己多大壓力 多大壓力 那當然後來結論就出來嘛 就說一席都不讓 那這是今天早上 大家知道這個投票結果 可是我是說 你不相信助理就算了 但是你連自己的同志 你都不相信 為什麼 後來到了這個招委投票的時候 國民黨又開始搞亮票 你們這麼不相信自己人 為什麼都一定要搞亮票 這是制度 亂講 接下來我們要遵循這種制度 投什麼都亮票 好不好 沒有問題 那民進黨人家都沒這樣 不是啊 這個是 不是我們公平 接下來的方向 其他要亮了 其他後面都是按照的 立法院沒有規定要亮票 這是我們自己黨團的制度 對 他們都亮票 不要有爭議 好好好 就錄起來 不會建議黨團拜託一下 什麼都搞亮票 他們今天是 而且每個人 站在一台亮給大家看 對啊 好 那果然這次還好 這次跑票是民進黨 對 沒錯 沒有 亮到 亮澄的狀況 好啦 那你們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這個 反正就國民黨就是 就是後來就巴西招委 就完全照規劃 就完全照規劃 好 這個就是這樣 那我必須講 那為什麼說是熱臉貼冷屁股 那今天包括黃國昌 他也出來講 他說他在這個黨 招委選舉之前 他有跟傅昆奇通電話 還是一樣啊 好 就說我們這個 連陳志涵都出來講啊 我們都沒有藥啊 就是說他們都沒有藥 然後也認為說 這一次他們就會投給了這個國民黨 那我就問嘛 在民眾黨從黃國昌 一直到這個黃珊珊 黃珊珊 他跟洪夢凱沒聯絡 然後一直到陳志涵 然後一直到這個 反正就是 就是民眾黨的人 都沒有講說 他們要任何一席招委 在沒有要的狀況之下 你國民黨為什麼要第一個 要先把這個招委讓給別人 然後說 拜託你 拜託你 拜託你要 然後還要討論到 從私委會 未還 然後還要運到交通財政 還要在那邊討論 這個非常莫名其妙 就是為什麼我說的結論 就是熱臉貼冷屁股 好 那第二個 我會覺得說 那這個我當然也要稍微 悶悶一下這個民眾黨 就人家都已經 拜託你 我給你一席 釋出善意 泱泱大黨 我給你一席 就民眾黨 你竟然沒有人可以接 那你說好 如果大家都是菜鳥的話 那我就問 那為什麼司法委員會 人家也是這個 國民黨也是吳宗憲 吳宗憲 雖然他的這個前身是 新北市的法治局長 可是事實上 你要說立委的資歷 他也是菜鳥啊 他也是菜鳥啊 對不對 那菜鳥為什麼 而且司法委員會 是三個黨團的總召 坐鎮在那裡 那你一個最菜的 這個才剛當立委的 他竟然也可以當召委 所以如果以此類推的話 那你為什麼民眾黨 你都是只有就黃國昌當過 那為什麼其他 如果以此類推 為什麼你民眾黨 人家送你 你不敢接 那你看今天那個話 小燕你覺得他們是不敢接 我覺得他們不敢接 他接了以後 那叫話嗎 我覺得沒有準備好 沒有準備好 可是我會覺得 這個非常不合理 包括像林國成 我覺得在鏡頭前 他今天說 陳雪森是大哥 資深 所以可能國民黨 你有資深 有這個資深制 有積分 可是問題是 你是民眾黨 你是民眾黨啊 你就大方站出來 我準備好了 好我可以接 譬如說如果我今天 我是這個未還的話 我就說 我就是要排 那個人工生殖法 我招委 我要搶這個招委 我一定要排進去 我覺得你可以展現 那個林國成 你可以說交通委員會 我要排什麼NCC 他不是之前嗆說 他要的NCC嗎 他要這個 他要檢舉啊 要檢舉啊 那你就說 我要排NCC 因為我這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 是 人家都讓給你的 你還不要 好 最後我要結論啊 當然我知道 今天很多國民黨啊 就在講說 哎呀你們這個 見縫插針啊 見不得我們藍白河 可是我必須講啊 這個今天 我最後要強調是說 我覺得今天這個 還是傅崑奇 我覺得他是一個 全盤皆輸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他已經是 連三棒都灰空了 那第一棒就是那個臨時會嘛 這大家講過很多次了 你在正常會期 你來提一個臨時會 證明你不懂 這個議事規則 第二個共識營 花蓮王本來要買單的 好很豪氣 結果搞到變成這個馬英九 不是馬英九啦 馬英九多久了 朱立倫啊 怎麼突然馬英九 就朱立倫啊 95萬全買 搞到傅崑奇還要告媒體 那第三個 今天就是總召 召偉啦 召偉 就是說人家明明沒有藥 你還熱臉貼冷屁股 所以就我了解啦 就是說黨內已經 就是有很多 蠻多立委 就是對於傅崑奇的一個領導 已經很不滿 這也會重創到 他總召的威信 所以我覺得傅崑奇 你要想一想啦 你雖然想要充聲量 但是你充太快 我認為對他不是加分 姚明 是 到底有什麼轉折 因為到昨天哦 你看譬如說 徐曉星來我們節目講 他講的對 那其實可能要讓的 就是交通委員會的招位 OK 因為大家都已經傳 從財政一直到交通 交通都有經濟很早 大概就是這樣囉 那到昨天 感覺上也都是這個樣 可是今天 出來以後結果 顯然在黨團大會以前 似乎感覺上 應該就是定案不會再讓 中間這段期間 不到24小時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個交通是禮拜二 因為禮拜二他們公民黨有問 那個陳雪生說 如果你要不要 要給你讓的話 你願不願意 那陳雪生說 沒有問題 黨團規劃我都配合 OK 所以才會傳出有交通要讓 那禮拜三因為是假日 沒有進度 所以今天早上都還有媒體說 最可能交通交讓 所以早上所有 你知道立法院記者 大部分全部都集中在交通 想要看好戲 可是呢 沒有想到這組戲 沒有按照媒體的預期上演 關鍵 這個我去打聽了一下 第一個昨天 大概是早上的時間 是有傅崑奇的助理 主動跟民眾黨團的幕僚聯絡 說我們的副總召 可不可以跟你們的總召 打個電話通話一下 有事情可以溝通一下 那今天早上嘛 黃國昌就說 對 所以昨天有一通叫做 傅皇熱線 OK 是傅崑奇這邊主動 主動拋出來的 所以前面有一個叫做 這個通話前的小熱線 這個叫幕僚之前先確認 然後再來傅崑奇就打電話給黃國昌 那結果呢 重點是 我跟你講其實今天還有一通 今天還有一通 誰跟誰 今天就是國民黨黨團會議 做出不禮讓的決議之後 傅崑奇還有打一通電話給黃國昌 告訴他這個結論 OK 那個時間點剛好黃國昌他們還在開黨團會議 所以他被告知說 這個國民黨決議不禮讓 可是其實我現在他們心裡都有 有底了 因為民眾黨並沒有開出 希望你禮讓的委員會的名單 所以我說第一個就是說 有這個三通的關鍵電話 讓這個轉折成功 而其中傅崑奇在裡面扮演一個叫做 我必須說他叫拆彈 因為你知道他前一段時間他都講open mind 今天他們黨團會議他上演什麼 open mind 就是大家來上來講話 而且在黨團會議前 我聽到幾位國民黨立委說 有接到副總召的電話 還沒開會 說如果你們反對 盡量講 傅崑奇主動給那些反對意見的 反對禮讓的 跟他說今天開會 盡量表達你們的意見 感覺上是叫他們大家講成那個氛圍 對 就可以這樣順水推舟 所以最後 所以當今天有新生代中生代 我壓力很大 我選區被打爆啊怎樣怎樣 然後呢 傅崑奇就順勢說 好我們今天就決議了 不理讓 全場鼓掌 夭明你講 好全場鼓掌 我覺得這是整段劇裡面最荒謬的 今天的媒體報導 藍白招委合作逆轉 基層度藍尾壓力大 今天黨團團大會會議開始 氣憤詭訣 最終傅崑奇宣布 就是剛才楊敏小姐 那些整個轉折吧 大家都上去 合格宴 每個人都在抱怨 然後拿手機的什麼什麼這些 最終傅崑奇宣布 都投給自己人後 現場立委 如釋重負 拍手伸下圓滿收場 這是不是個大笑話 到底誰讓你們大家逼成這個樣 一進去以後 覺得完了完了完了 進去以後開完會 萬一讓了一席 我回選區以後就掛了 這不是很荒唐好笑嗎 我們要套一句 這個吳敦義前主席的話 白海豚也是會轉彎的 國民黨也是會轉彎的 因為壓力太大了 傅崑奇總召也轉彎了 他在黨團會議前 他就已經感受到 這個氛圍了 我相信昨天其實他跟黃國昌 大概也就已經提到這件事情了 OK 傅崑奇總召也轉彎了 他在黨團會議前 他就已經感受到這個氛圍了 我相信昨天其實他跟黃國昌 大概也就已經提到這件事情了 所以他今天就要演 某種程式叫演 告訴大家我們沒有要讓啊 可是呢 注意最近有一個魔術師嘛 很紅嘛 很幻術有沒有 他最紅的叫做過去 然後呢就三仙歸洞 今天過去八仙 民眾哪八仙都歸給國民黨 八仙歸洞 但是有人去拆他的台 現在還沒有人來拆 那今天這個合作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傅崑奇在不理讓的狀況下 一樣八票都拿到 就是拿到民眾黨的八票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藍白合作在這個會期 招偉都是一個會期一次 所以這個會期合作的默契 啟動了 而就我了解 傅崑奇在黨團會裡面 還講了一句一段話 他就跟那八個 包括高金在內 就是說這八個所謂的 未來的招偉 就說呢 如果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會支持我們 所以如果民眾黨支持我們呢 未來民眾黨的案子 盡量多排 傅總召是有下才事的 所以今天這個 我覺得這個事情 對國民黨來講 叫做一個順利拆彈 但是傅崑奇是重傷 其實是重傷 那未來在整個黨團 領導的過程當中 因為其實這從共識營的表決通過 到最後這個鼓掌 鼓掌又逆轉 那這個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黨團的領導威信 其實是被挑戰的 這第一個 所以傅崑奇是最大的輸家 但是他的彈性 也讓大家看到說 他自己在把這個 所謂的轉彎 轉曲折 弄出來 他說 他今天接受媒體說 我們本來就有備案 奇怪這個備案 大家都自己都沒有聽說 但是沒關係 最後的結局 對國民黨來講 叫做金錢過 而且很快哦 支持者說 對對對好棒 每個都肯定 哇 我說 哇這個國民黨支持者 真的是 你知道嗎 那個表情 那個從原本的怒氣 突然變成 哇 好開心 喜贏巴席 這個票投 這個國民黨那種感覺 這是一個 我是覺得蠻有意思 但是 這個對未來藍白合作 後面還要觀察的就是 這個合作默契能持續多久 OK 所以今天 我覺得今天 當然對民眾黨來講 其實是大賺 這一個禮拜 因為那個決議 所以呢 每天都在問 你們要讓哪一個 你們要哪一個 當委員會當招委 每天都在問 聲量大增 所以今天 巴席過去 唯一一個風險 就是 現在民眾黨的支持者 你要說服民眾黨支持者說 你不是小蘭 對 所以民進黨今天直接順勢了 果然是小蘭 可是 民眾黨他們今天有一個 最關鍵的一個論述出來了 他說 如果我們今天不針對議題合作 民進黨是不允許他們的立委 連連署法案都不給連署 連署提案都不給連署 對 然後所以呢 今天他必須要找一個 可以合作的對象 否則民眾黨所有的法案提 法律啊 提案啊 通通在立法院 通通不會過 所以現在看起來 那他們小蘭嗎 我先講 我們並沒有接到這個指令說 哇 我們不能連署 誰的 法案並沒有 那 其實我覺得 這個 整個事件的一個發生 大家從 這個民眾黨的八席 從一開始 院長的選舉 副院長的選舉 把八席完成八十席 然後到了另外一個 一個階段就是現在 所謂委員會 招委的這樣的一個合作關係 那其實 大家看喔 各委員會 根本也不用再去談 什麼合作也不合作 因為 大家清楚 這個 以我經濟委員會來說 國民黨七席 民進黨六席 民眾黨一席 基本上就是 招委就是國民黨一席 民進黨一席 一定是這樣 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 你民眾黨會去影響到 選舉結果不會 跟院長跟副院長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為什麼你今天民眾黨 最後決定 把習 全部 投給 國民黨 而且 黃國昌 老師很直接 對於媒體 就是公開講 我們決意支持 中國國民黨 所提出的招委候選人 這個跟之前 他是民這個時代力量的 這個總召的時候 那種的態度 這個360度的大翻轉 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 很大的所謂的一些 到底有什麼外力 還是有什麼樣的一些 從前這麼大的轉折 沒錯 因為那個共識以後 一路大家都覺得就是這個樣 沒錯 這個部分都覺得說到底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 所有的民眾黨的小草 應該問清楚 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心裡面 應該會覺得 哇 怎麼會跟 當時候在選舉 他們用那麼多票 支持民眾黨 讓民眾黨有這麼多席的 這個立委上去之後 結果 你變成全部支持 請問剛剛講說 這個轉折 他們要跟小小說清楚 因為 本來 小小大概講說 太棒了 我們好歹可以搶到 一席招委 對 因為過程當中 一直傳的都是這樣 結果招委沒拿到 我們的八個 還都給了別人 對 然後我們還都出來 大蠟的說 我們全力支持 國民黨的候選人 然後還要被綠營 罵成小藍 是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這中間一來一往之間 會算數的人都算得出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 現在所有 羅生們不知道 可是你要不要對小草交代 我覺得是民眾黨 必須去講清楚 不是民眾黨說 你是不是小藍 是所有媒體外界所看的 你真的就是小藍 從立法院院長 你說的 哇 我們自己投自己 第一輪 我們自己投自己 打假球 到第二輪 因為大家知道 要兩輪 第二輪的時候 五十四五十一你說 哇 我們放棋 就已經很清楚嘛 所以一路來就是配合 到了這一次 委員會更是大蠟蠟的 不隱瞞了 不演了 我直接投給你 那大家都說 哇 傅崑奇是輸家 我不這麼認為 依照我們 再看從過去 國民黨的總召 所在立法院所扮演的角色 說真的 講話 沒有人聽 國民黨沒有人聽 國民黨沒有人聽 怎麼說 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但是傅崑奇現在 在建立 在建立自己的 微信 沒錯啊 你看我 傅崑奇雖然這過程當中 風風雨雨 但是 所有的媒體焦點 你看這段時間在誰身上 傅崑奇跟民眾黨身上 韓國瑜不見了 朱立倫也不見了 庭飛剛講說 傅崑奇是不是藉著這一段 樹立了自己的威信 我們用剛才我講的 另外那一段來看 是不是庭飛 驗證庭飛講的這一段 因為在節目裡面 有很多人都說是 傅崑奇跟白銀合作 有很多人是認為 這一次的過程 談的是這樣 感覺上國民黨 有五十幾席 每個人都不太敢講話 等到最後傅崑奇宣布 那就投自己人好了 每個人大家開心到爆 這算不算 庭飛剛講的 樹立寫了自己的威信 我說 昭偉跟他們合作 你們 你從最後的結果 就知道大家一定很不滿嘛 但是沒有人敢說什麼 結果到最後 等他宣布OK以後 好 每個人都覺得如釋重負 我可以回 我可以回家 對祖宗交代了好不好 然後我不會感覺上 我欺失滅祖那種感覺 怎麼會變這樣 對這感覺起來 確實有威嚴 五哥 在這之前 在這一屆之前的 我沒見 不可能 而且民眾黨 也是他說了算 OK 所以在這當中的合作關係 你說韓國瑜在哪裡 不見了 還有朱立倫在哪裡 不見了 結果大家現在已經在討論說 傅崑奇有可能 要跟那個 朱立倫選主席 你看 在這短時間 傅崑奇整個聲量是上來的 好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好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好 薄薄李堅 好 這樣的話 好 這樣的話 好 OK OK 好 是這樣子 國民黨團 黨團自治 自主 現在這沒有話說 總召本來就是要讓 整個黨團的意志 能夠貫徹在一起 能夠統一在一起 所以最後 這個副總召做出的決定 是所有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都能夠同意的 本來就該如此 這是一個最完美的結果 所以我相信 沒有什麼為了威嚴不威嚴 這我覺得都是 講多了啦 但是我還是要講 今天立法院這個招委的選舉結果 看到完之後 我真的非常高興 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 藍白之前經歷了這麼多風風雨雨 我今天終於看到那座 善意的橋樑出現了 以前大家都要刷我們國民黨 到底要被民眾黨騙幾次 這位終於票開出來 藍綠互相的 藍白互相都有善意 結果也是很好的 終於讓我看到 民眾黨人性的光明面 之前答應我們的 通通跑去跟民進黨那邊 偷來安去的 這回終於好不好 終於投出來了 感動 非常感動 這第一感動 第二個高興點是什麼 好險沒有跑票啊 好險招委選的都是國民黨啊 被罵翻了 真的被罵翻了 基層當然比較不會有 你有接到很多 電話我沒有 因為我並不是立法委員 但是跑行程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都在罵 我想說我們國民黨選擇 不錯啊 到底要讓幹嘛 為什麼要讓 之前的歷歷在問那些血汗跟歷史 難道國民黨都沒有受到教訓嗎 我相信不是是我 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幾乎都碰到這一面倒的攻擊啊 所以你說剛很簡單 為什麼藍白到最後方向是一致 藍投自己白也投藍 就藍的角度 很簡單做一個答案 民意支持者頂不住啊 那些民意代表真的受不了啊 回去被罵到臭頭 所以當然到最後結果 就是依照所有招委 最原定一開始的計畫 沒有要就是要禮讓白銀 全部投給國民黨自己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民眾黨白銀 會最後放棄了他們自己的招委 不要被禮讓 而選擇投國民黨 為什麼 也很簡單 一切都是為了選舉 請各位報告一下 民眾黨我是覺得很聰明啊 民眾黨的巴習 原則上是協助的巴習 而不是主導的巴習 也就是說這招委老實說 民眾黨自己生吃啊 不管他投給誰 招委都不會是民眾黨 所以既然如此 那他不如順水推舟做個人情 我投給你國民黨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了我願意支持你國民黨 可以很明確的化解之前 藍白的仇恨值啊 之前藍白的仇恨值啊 他不支持你國民黨 不支持你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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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投給誰 趙偉都不會是民眾黨 所以既然如此 那他不如順水推舟做個人情 我投給你國民黨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了我願意支持你國民黨 可以很明確的化解之前 藍白的仇恨值啊 之前藍營人非常討厭民眾黨 可是他們為什麼不像那個院長選舉一樣 就是我可以投自己人 我就投自己嘛 那表示最起碼在招委選舉 綠營如果七席他就開七票 藍營七席你就開你的七票 最起碼白營有一席我就開我的票 這叫宣示主體 院長選舉的時候 他們不就講我要宣示我的主體性 我不當小藍不當小白 那現在為什麼要去 因為效果不好 當他投給自己的時候 公民黨一樣不買單 民眾黨說要支持我們 這隻韓國魚的你看 還叫我們去給他報告 還出考題結果 投自己效果很差 結果投自己等於沒有投 所以最後他們變聰明了 有彈性了直接投給你 國民黨沒話說了吧 那現在主體性呢 主體性就算了 民眾黨在意這個嗎 他想想他慢慢再洗就洗回來了 之前柯文哲哭一哭 票口中中都回來了 對他們而言聲量 包括現在怎麼降低仇混值 我認為民眾黨非常在意 因為還有另外一點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回民眾黨 他不需要被禮讓 他講什麼話 他說民眾黨雖然之前好像有想要去 爭這個總召 但是最後民眾黨內部的共識跟立場 還是法案優先 趙偉赤之 所以我們為了共同的法案 為了讓整個國家能夠運作 所以我們放棄趙偉 我們不要趙偉 這要的是什麼 感受出來民眾黨好像又很高大上 又很清高 他得到了什麼 得到了形象 跟得到他的好感度 好感度不只是一般民眾好感度 他還可以得到國民黨某些支持者的好感度 所以我來講 民眾黨真的是很聰明 而且很會應變的一個政黨 所以今天當然啦 你說藍白的確是一個合作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好的開始 是不是成功的一半 不一定 完全不一定 以民眾黨現在的操作手法 我個人也會覺得 如同這個羅努強委員講的一樣 2026選舉還是要運碰運 終須一戰 因為對於民眾黨而言 他可以放棄這些所謂小的東西 但是要大型的選舉 地方扎根的時候 我認為他不會再放棄 也不會讓給你來你 所以我只能說 接下來國民黨必須要自己做好準備 當然再也合作 藍白能夠互相的合作 團結在一起 然後來制衡執政黨 這是應該的 但是對於接下來 2026甚至是 2028的選舉 國民黨絕對不能夠掉以錢 不要純幻想 對不要純幻想 因為看這種狀況 除非柯文哲發生什麼意外 對 或者是 形象的意外 形象的意外 或者是民眾黨內部 發現一些很嚴重的矛盾 讓他支持者崩盤 要不然對他而言 2026才是民眾黨 能否生存最重要的一場選舉 如果他各縣市的議員 無法打得漂亮 無法砸好根 他2028是不用想的 所以國民黨充實自己 加強自己 能夠合作盡量合作 但不要保有太多無謂的幻想 OK 但如果你真的拿這次來算的話 我不要 每一次如果講到 包括黃昌老師 或什麼東西 萊偉煌一定要問你 實力出身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民眾黨在上一屆 他只有五席 對 他們還有招尾喔 對 現在無信任就是嘛 那時候大家換到有招尾 這次八席 小草或是白銀人會不會說 我們當初五席 我們還有一個招尾 我們現在八席 我們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 這個我覺得 這個昨日總統 替如昨日死 上一屆的民眾黨 已經就地消失了 那上一屆的五席嘛 除了一開始的高安 現在還在新竹健在 原則上 就算邱承遠 也是去高安那邊 對對對 那其實其他的都原則上 退出正安 不然就是被 甚至被傳出可能入閣 像張錡錄 不要忘了 上次民眾黨拿到兩席 找尾有一席 那另外一席就邱承遠 所以民眾黨總共換到兩個 那當然這就代表他們可能是 其他人都比較能夠接受的 比較沒有那麼強大的衝突性 現在大家去講說為什麼當初 會跟民眾黨那五席有好的互動 大家都說邱承遠 比較好相處 那這個比較是跟誰比較 當然是跟道德的長城比較 跟我們國昌老師到處蓋長城 今天也拉了一條長城 就是他今天又蓋了一個 他的長城出來 這一條線過來好人 以誰為準 以民眾黨為準 那邊壞人 這一邊好了 那邊匈奴這邊是大汗王朝 所以他現在一拉出這條線之後 這個到底是對誰有利 我說今天非常難得 立願是三方都笑了 國民黨人笑如釋重負 該投的票投出來天下大事 民眾黨要投給我那也好 別亂了 好 國民黨的態度是這樣子 解決了一波問題 接下來開始去處理具體的議案 因為他們現在打了第一波 也不能說勝仗 但至少是確定該有東西 有了之後 他可能就會去推一些 原本要走的優先法案 包括我們會討論到的 包括像那個什麼 陸佩六年改四年啊 這種比較具有爭議性的 民眾黨說要支持嘛 黃東東不是說支持你這種 理念東西嗎 而且黨團主任 陳志安都出來講了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國民黨笑得很開心 民進黨呢 其實民進黨也很開心 第一他自己的 趙偉全部都放好嗎 沒有問題啊 再來是呢 很成功的 民眾黨的形象變成小籃了 這個不是民進黨去強迫 也不是民進黨宣傳 是他們自己用一票一票 一票一票八票投出來的 這是他們自己的 民進黨沒有強迫他們 也沒有任何交換 也沒有任何逼迫 你們自己投過去 好 對民進黨來說 戰略的形象你塑造好 接下來不管是你立院的攻防 2026的選舉 甚至2028的選舉 民眾黨都是藍的 對於民進黨的這個 系統論書就連出來 接下來是民眾黨這個 和國民黨去搶票員的問題 民進黨把自己的基本盤守好 也許就可以打出一個 類似這次總統大選的格局 即使散發弄出來 特別是2026 好 那接下來是民眾黨自身的問題 民眾黨一定會宣稱我們笑出來了 再怎麼笑不出來 也要說我笑出來了 好 重點都在於民眾黨為什麼笑 我個人認為是他們認為自己 成功的堅持了理念而笑 什麼理念 我沒有交換 他們很在意一點 就黃國昌的心態就是說 如果我真的跟他換到一席趙偉 其實趙偉也沒什麼營養 但是我可能就必須被人家嘲笑說 密室協商啦 你跟國民黨具體交換啦 這個就是怎麼樣 就是利益交換 你之後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黃國昌很在意這個面子 所以他認為至少我們守住這個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打高空 我們就要去打空上 但是問題就在於這個打高空 這個一打上去之後 到底能不能落實不要忘了 現在最近這一張圖被人家撿出來 又在廣傳 2016年的黃國昌 2016他說國會工作告一段後 晚上參加一個地方活動 我以茶代酒 向辛苦的工作人員致意 然後呢旁邊有國民黨議員說 你不喝酒怎麼當明代 黃國昌說啊 這個啊 你比較能幹我遠不如你啦 那回家路上他一邊想著公事 一邊深深感受到新政政治路 這條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時是以茶代酒 下面呢 喝到滿臉通紅 那什麼叫新政治呢 而且你還跟傅崑奇 那人家又撿出他之前罵傅崑奇的 又再複習一次 你所講的你打的高空到底什麼意思 你現在為什麼跟傅崑奇 能夠把酒言換 他當然可以講我沒有我沒有喝酒 我這喝QOO所以我臉紅紅這樣子 但是啊回歸現實啦 大家都知道實際上是黃國昌 選擇了妥協的這一條路 他開始走妥協 那他接下來呢 他最大的麻煩就是 他所比如說從時代力量帶走 從太陽花帶去民眾哪那些人 為什麼小藍小綠這件事情很傷 因為當時可能一般人不會在意 我們時代力量才會看到的訪談 就是有人問 黃國昌啊 你為什麼要離開時代力量 你如何說服時代力量的去改投柯文哲 他說喔時代力量 這個立場上太金綠了 這是做小綠了 柯文哲是走真正的不然不綠的第三條路 好我們今天很多實力的就開始傳這一邊 這叫不然不綠的路嗎 我認為接下來問題就是說 當初他帶出去的那一批人 還有多少會願意繼續跟他走下去 特別他手下的幹將 其實原來都是台派 我們現在等著接著等著看就是兩個戰場 第一陸配六連改四連 第二個就是中天賦平案 這兩個東西非常關鍵 甚至是他的起家處 不要忘了太陽花馬上要十週年 十週年的那一天我們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黃國昌 我覺得那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可是這整件事情 就是藍白河難道接下來天天什麼案子都要討論藍白河嗎 剛才其實博弈講的是 其實我們在節目裡早就講 不要心存幻想 2026 2026你是柯文哲 你會不會騙力開花去提 想都知道嘛 我手握三百多萬大軍 然後我有這麼多的大將我為什麼不提 但不要心存幻想 可是看起來你包括從傅庚奇講的好 就是傅庚奇說的 我們要繼續保持良善溝通 不斷散意堆疊 畢竟全世界的國會都不需要過半才有實質決定權 然後黃國昌不怕當小蘭 黃國昌笑投國民黨 投了以後 然後去跟傅庚奇握手 OK 然後我們都全力支持國民黨所提出的招委候選人 過去賀建民指手遮天呼風幻影的時代 已經結束了 意思就是現在開始跟藍一之間的合作 所以這次接下來每一個都是藍白河 都是藍白河嗎 都是這樣嗎 應該講說接下來這種藍白分合的劇本 還要持續在這個傅庚奇的主導上面 持續一出出的上演 從一開始開議 然後再來院長 先是院長然後開議 然後現在招委 接下來法案 看起來還要繼續演下去 不過我剛從博弈的這個分析當中 我可以看到國民黨今天的心情 真的是如是重負 然後以為前程一片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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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程未必一片光 如果真的正在想的話 真的太低估藍白河的可能性了 我開玩笑講啦 如果用國民黨來看 大家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就講一般的國民黨 像剛才講說這個今天談論會議之後 大家歡聲雷動 可是我說 國民黨這個我覺得 如果國民黨今天笑得出來的話 這個笑我叫做傻笑 為什麼叫傻笑 不要真的天真的以為 你們這一次把民眾黨變成小藍了 當然民眾黨自己的問題 但是民眾黨這一次絕對不是一個 就因為單純的要支持你 而守著小藍路線 這是一個狀況 好 那但是對傅崑奇來講 傅崑奇到底所謂何求啊 哇一路這樣子 這樣子不斷的反反覆覆 各式各樣的這樣子的一個折騰過來 傅崑奇今天大概只能苦笑 比起國民黨其他人的傻笑 為什麼苦笑 他折騰了這麼久 我相信就如他講的 全世界的國會要過半才有實權 他要當那個有實權的過半的總召 想盡辦法在整合藍白的過程當中 用盡各種心力 最後破局他只能苦笑 但是只要他在總召任內 這樣的巨馬 會持續接二連三的上針 可是對白銀來講 對柯文哲來講 對黃國昌他們說的來講 就天天玩藍白盒就OK啦 反正聲量一定有啊 我就是要靠聲量 我聲量有了以後 包括黃國昌如果要選新北 黃國昌如果要選台北 就是靠聲量 尤其柯文哲 大家都說他是聲量動物 那我就需要這樣聲量 你們就去找 不是 可是問題是 這聲量都落在黃國昌 連剛才楊明將打電話 都是福文綺跟黃國昌打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紅黃熱線不見了 對啊 那個窗口不見了 那個窗口不見了 本來不是講 洪孟凱跟黃國昌 可是你們注意到 可是紅黃沒有綠燈 可不可以注意到 今天白銀的消息傳出來來說 今天是柯文哲有作證國會 對 對不對 我說決議巴西 全部都要同這個國民黨 所以是他決定的 他說其實我還是展現 展現的能量 他強調的是 是國會寄生我 不是我寄生國會 所以是我拍板決定的 所以柯文哲還是說 你看其實都是我決定的 黃國昌還是要聽我的 所以他還是努力的 在展現那樣的過程 那所以會不會有 會有接下來一樣的問題 這種法案的立場 你說接下來中配的法案 這個人工生殖法 或其他司法改革的東西 你說黃國昌的態度立場 跟柯文哲一樣嗎 那黃國昌跟柯文哲之間的態度 跟國民黨那間又怎麼進合呢 傅崑其實是要打電話給黃國昌 還是朱立倫要打電話給柯文哲 這是四角關係 接下來演下去 這個會期應該非常精彩 但我沒有辦法理解一件事情 如果我不知道是不是為了流量 小玉 那個志願離婚 協議書 協議書是怎麼回事 沒事為什麼要扯這一段 陳佩琪是為什麼要沒事講說 他乾脆開一個志願空盤 那個離婚協議書給柯文哲 為什麼 坦白講我今天要不是制勝 雖然我跑立法院 但我不知道柯文哲有做政立院 我只知道他今天有婚姻危機 因為他老婆要跟他離婚 為什麼要沒事弄這一段出來 對 我覺得這蠻厲害的 就是陳佩琪就開始又在書發臉書了 他就講說什麼 他就煮飯 因為他關心柯文哲有沒有吃飯 然後柯文哲說他沒吃飯 他馬上就開始15分鐘之內 就是又可以炒青菜 然後又可以做魚 然後馬上就可以給柯文哲吃飽飽 那話說 他說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柯文哲突然跟他講說 其實那個網軍都在嘲笑你到第三夫人 那這是陳佩琪講 陳佩琪講說他突然感受到 柯文哲對他有歉意 然後他就說那沒關係 那我就 我不懂當第一夫人有什麼好處嗎 我可以簽一個什麼 自願離婚的這個協議書 還有空白的授權給你這樣子 那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哇有這麼嚴重喔 對啊 而且坦白講 如果我們今天是兩性節目 我站在女性的角度 我會覺得說第一個 柯文哲你看到這種 你在奚落我的 你幹嘛跟我講 譬如說我們是評論員 那我們常常在這個臉書上 或是網路上 也有很多人笑我們 今天我老公如果敢回家跟我講說 網路上都在笑你什麼 笑你是情緣社會 對 我就馬上分白眼 我是說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說你看到一些對你老婆不好的批評 你幹嘛去轉述啊 而且他還那麼辛苦煮飯給你吃 你自己消化就好了嗎 第一個我覺得這個男人 做老公不OK 我是站在兩性的角度 這個你不應該去把這些話轉述給你老婆 那第二個就是我陳佩琪的話 我一定會大罵他說 還不是你選不好 你選第三 害我變第三夫人 對 但是始作俑者 那個Grace 吳靜宇他今天也在臉書上道歉了 他說他不應該稱他叫做第三夫人 他說 我很sorry你的said 然後他說他以後呢 就不會再用這個 這個他不高興的名稱稱呼他 可是網友馬上就補上了 網友我覺得網友很壞 他就說那不當第三夫人你要當什麼呢 這個有點粗俗我不太好意思講 他說那一定是李柏毅帶壞我的 他說難道你要做賈老二夫人嗎 或者是你要做369夫人嗎 因為柯文哲他 對你看我今天這麼優雅 我怎麼會講這個名詞 一定是你帶壞我 那回過頭來啦 這當然全部都是奚落 那我會講說 我會覺得說你為什麼要去寫這一篇 對 尤其為什麼要講到離婚這兩個字 對 那他 我覺得應該他不爽啦 我覺得多少有不爽的意味 他 反正他只要有不高興 他都會去寫臉書發現 小玉 媒體上有這樣講 是不是流浪瑞檢要下猛藥 陳佩琪拋一個空白券禮婚書 給柯文哲 然後絮辟藍白河扯誰是bug這些 然後他講 離開我 可以獲得更多選民的認同 那你就在空白禮婚書上簽了吧 不是 這個他有沒有認同跟陳佩琪 這怎麼會大家要把這個擺在一起 這對夫妻為什麼 我覺得非常妙 以往所有這種新聞 都是 離婚協議書 都是只簽 不講 最後他們是只講 不簽 這到底在幹什麼 我覺得這是非常吊鬼的事情 所以他就講是一個空白 對啊這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 他前面都只是鋪陳 他最後的重點 又要再扯到藍白河 他扯藍白河 他又要講到說 當年藍白協議 或者翻車也要講藍白河 對 然後就說 這個到底到時候是誰不講信用 就說你去看那個維基解密跟這個維基百科 到底有誰有不好的歷史 那個人是誰 那當然現在有被維基解密講的就是朱立倫 所以他還是在翻就業 我就說厲害了 我的姊 這個佩琪 什麼都要扯藍白河 像上一次 柯文哲騎腳踏車跌倒 他前面也是那個心靈雞湯 每個人都有跌倒的時候 我就以為他人生雞湯要講 就想到後來還是藍白河 藍白河 他是說人生最大的跌倒 還鼓勵柯文哲 我相信你是最好的 要再接再厲 這一次講到第三夫人 其實他坦白講 我覺得他還是要罵藍軍 你要不是你 這個藍白河 我不會是第三夫人 我一定是第一夫人 雖然他講說第一夫人沒什麼好處 可是我必須要講佩琪醫師 人家第一夫人 你包括像以前的周美青 到現在的準第一夫人 賴清德的夫人 可是都是蠻低調的 好像沒有人會像你一天到晚 就是在書發臉書 所以 好啦 這個藍白河一直過不去 過不去的哏 我覺得這篇臉書最主要的 還是要凸顯 這個藍白河 就是上次那個藍白破局 他還是要是罵朱立倫 我這強烈建議 這個陳佩琪夫人 這個離婚空白協議書 不要拿一顆蚊子 賣給朱立倫 拜託好不好 就欠一下 不要再來好不好 不要每天要藍白河 什麼都藍白河 我說真的不要一直拿 我們來蹭升量 這東西對於兩方面的知識而言 都是一個不是很好的方向 而且都是負面的那種感覺 OK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除了這個議題以外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最近 包括金融兜案商場這件事情 已經延燒到 小玉我問一下 謝國良今天下午要去拜會韓國瑜 對 這個超妙的 他去拜會韓國瑜幹什麼 因為他是金融市長 韓國瑜是立法院長 為什麼要去拜會韓國瑜 我先解惑一下 這個行程是謝國良自己講的 但是因為我有在韓國瑜院長的群組裡面 韓國瑜並沒有公開宣稱有這個行程 所以等於說是謝國良 他四點他說他要去拜會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去拜會 當然是蠻敏感的 那我只能講說 因為謝國良現在面臨罷免 你現在去拜會韓國瑜 是不是有學長要傳授你怎樣去 應對罷免的這個SOP 或者是你的心路歷程學長分享給你 但是不要忘記韓國瑜是被罷免成功的 那我會覺得說這個點為什麼韓國瑜不公開 說他要去跟 你會不會被韓國瑜的群組踢出去 有可能 會這樣子嗎 那我必須講啊 那就是說你這個時間點去拜會韓國瑜 難怪韓國瑜不想公開 因為你韓國瑜好不容易洗白的嘛 所以說實在 他現在形象多好 對我跟你講我真的想要讚美他 我先補一下之前那個 這個傅崑奇呢 我就說傅崑奇 你現在這麼急一直出招 可是你要不要看當時韓國瑜 他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當選了齁 我也覺得他 我覺得有個資深記者講得蠻好 他說當時這個韓國瑜太急了 一下子上任之後呢 一下又上訴 一下子又聞水 一下子又找誰來代言 每天都是新聞都是負面 那對他沒有什麼好處嘛 到最後搞到被罷免 但是你看傅崑奇 韓國瑜當立法院長之後 好就是他比較低調 他形勢比較沉穩 雖然大家想要見縫插針 只要罵他沒有辦法 所以你還是回歸正軌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這個時間他好不容易漂白了 韓國瑜漂白 結果你這個謝國良你去找他 那當然大家當然就會虧他嘛 就說你們現在是不是要講 這個罷免的事情 然後叫他傳授你幾招 那我就要講啦 我說謝國良你與其 每天在那邊很忙 你一下子就到黨中央 到黨中央開記者會 一下子找立法院 找王洪威 那一下子又上直播 找光琴姐 找吳子佳 就開始這樣講 那甚至現在還成立一個群組 成立一個群組 比如說你有上電視節目的啦 比如說有這個議員啦 像競平啦 蕭敬妍他們都在那個群組裡 然後都就是說 想要叫這些人幫你這個上節目 你有嗎你有嗎 你有在群組裡 那我就覺得說你搞這麼多 這麼多的政治操作 你乾脆就大大方方公佈合約 現在大家都在問說 就最後兩個點 就大家這個群組裡 就一直在問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動用警察權 那這個警察是不是你下令的 第二個你的合約就拿出來 大家大大方方就比較那個合約 不然你搞這麼多政治動作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講清楚 你為什麼動用警察權 我這個覺得是他最大的一個挑戰 你搞這麼多政治動作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講清楚 你為什麼動用警察權 我這個覺得是他最大的一個挑戰 不過姚明現在看起來的話 下禮拜一金融市議會 就要直接排這些 當然排這些的時候 謝國良也沒有閒著 他也出招 你下禮拜一然後林思惠 然後開議 然後謝國良是下禮拜一晚間開始 到每個禮去舉行市政說明 他是要直接訴求所有的禮民嗎 用這樣的方式嗎 還是跟小議長 就跟他把合約公開 讓所有人 大家一起來論述就算了 其實每一個縣市首長 都會有這種所謂的禮民的座談 也許就是剛好 趁著議會開議的時間 去做禮長的這種說明最快 為什麼 因為我白天都是這個議會的行程 那晚上就可以順便去做這個說明 當然我不認為這個跟Net 是搭在一起 他那個應該是原本就預定好的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很容易被搭在一起做文章 那也是因為 我必須講 其實你說基隆大概30萬人口 大概很少有機會 這個每天佔據全國性的版面 千萬不要這樣 是的 對這是真的 我們基隆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直接承受全國大家的好愛 謝謝 但是這不是壞事 我覺得謝偉梁市長應該要轉念 他最近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鬼打牆的地方 是說你不要覺得人家攻擊你 就是你的敵人 人家攻擊你 你可以把它變成你的進步的這個動力 比如說 當然就我了解就是 上禮拜我們也講了 他終於跟國民黨中央有一個 所謂的接軌的一個管道 等於說 國民黨中央會提供相關的資源 注意人不是下令 叫所有的人去幫他 要力挺到底 那只是我覺得 這個以這個事件來講 你的同伴 你的同志們 能不能挺到底 關鍵在於 你餘心無愧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我們講夜襲這件事情 你現在你自己都切割了 你都說你跟夜襲無關了 對好 那所以也就表示這個東西叫做站不住腳 嗯 這個你自己都很清楚 這個站不住腳 那不如就把這個東西翻頁到 司法的部分去好好的釐清 比如說這個合約到底有什麼爭議什麼 其實都討論很多了 但是當你今天到了議會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你站得住腳 你可以去把 比如說這個這個案子 到底誰對誰錯 講清楚 我覺得不要再去打那個口水戰 尤其是講那個沒有吸毒那一段 我真的是傻眼我想說天啊 一個民選 縣市長要對著民眾說我沒有吸毒 這是多何其荒謬的畫面 我覺得縣市長回歸到市政 把東岸廣場這個事情 包括他們登的那個廣告 我都覺得很荒謬 你不應該去登廣告說 哪一個廠商給的條件 而是你只要講說基隆 如果真的要登廣告 就是基隆市民的財產 市府捍衛到底 類似這樣的 這個叫立場宣示 你去講那個條件就你就 這個放在臉書一張梗圖就夠了 不需要登 弄一看板 所以我還是奉勸謝國良市長 就是第一個 你的幕僚不夠強 第二個 你的那個要學傅崑奇總召說的 要open mind 可是前面這件事情看起來 就算剛才楊明講 那他不要再糾結再要翻頁 可是包括林又昌或什麼 現在一直不斷的問的 就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到底有沒有下例 你去參加簡報聽這些 但是為什麼沒有這樣 這變成現在 包括最起碼像林又昌他們 主打的就在這一塊了嗎 其實我覺得 今天你到底 有沒有參加那個說明會 然後你到底有沒有下例 那現在很多的照片 一張一張出來嘛 就不要說你幹嘛到現場 人家警察執行你幹嘛去現場 這不就很奇怪嗎 我從政到現在 你說從地方到中央 那個要執行你市長親自去 用意在哪裡 你現在是怕他處理的不好 然後還是說 你今天沒有給我處理好 你就不能回家 到底是什麼用意 你怎麼會一個市長 必須親自 然後到現場去做這些相關的動作 你現在說不清楚嘛 所以我覺得這件案子 你到底有沒有這個公開依法 不是你朱立倫說的算 是你要把所有的資料攤出來 而且這個已經在司法囉 NET已經告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 對於基隆市民講得更清楚 而不是把事情推給前朝 那你要推給林又昌 誰是笨蛋啊 明明是你錯 你推給我 我沒有講話不就我承擔下來 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不負責任 所以我認為在這樣的所謂 大家看到說怎麼會 謝國良跟林又昌炒成一團 沒有炒成一團 而是林又昌他也提出了 他對自己在整個過程當中 非常有利的部分 包括他的權力經 包括他怎麼去處理整個過程 他是有時間序的 反而是你謝國良提不出時間序 來 我先講 對於這個NET事件 這個東岸商場的事件 不管結果是什麼 不管是哪個副市長代行 還是什麼情況 謝國良市長要負起完全的責任 毫無疑問 因為他就是基隆市的市長 不管是好是壞 尤其是政治責任 一定要扛 這個是完全不要去逼的問題 就算公文是副市長代行 一樣 這個沒什麼好說 因為你是市長 你就是要扛起所有的責任 但是博宜 現在會變成NET的律師 他們的意思是說 你看 市長他講船長跳船 就講說連當初公文這樣子 然後你叫別人代行 然後當初要開那個簡報會議 你說你沒有下例 你只是去聽簡報 只是去聽事法性 他們抓著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看你一直在躲 一直在閃 顯然你知道他有問題嘛 要不然就從一開始 公文就我下 開會就是市長作證 為什麼 因為那些傢伙就是佔了市府的財產 不願意走 市長作證 要求所有人下令 把這個地方清空 還給基隆市民一個 我聽說NET的律師 抓著這個我講著 你看那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就是因為你們覺得 理虧心虛你要跳船 他們是這樣推 老實講謝國良市長 現在最大的爭議點 就是那個警察破門進去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針對私人的物品 做出一些違法的行為 能不能帶走 或包括能不能夠驅離 這是NET他們最大的爭議 但問題是 整個東岸商場最大的爭議是什麼 不是他在裡面的財產 是他產權的問題 這才是最大的爭議 所以為什麼基隆市 包括市府梁市長 認為他沒有問題 會請我們包括黨團的部分 來一起貼他背書 因為他又把很多相關都傳給我們看 現場第一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 東岸商場當時產權爭議 包括所有的合約 是基隆市政府 跟大日開發簽的 NET是大日開發的協力廠商 基隆市政府跟NET沒有簽過約 所以為什麼沒有續約 他認為是因為大日開發出問題 還有違法的事情 無法續約 所以對於基隆市政府而言 他覺得你大日已經無法續約了 而且大日也願意點交 結果呢 在那個東岸商場的2到4樓 是NET 就是NET不願意走 所以他會認為你NET不願意走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是路人家 我要進來做所謂的驅離的動作 但這個動作到底有沒有違法 我相信NET已經告了 這最後就司法判決 所以沒什麼好說 到底有沒有違規的事情 司法包括了我們所有的相關的檢調 會來做最後的採處 可是對於整個基隆市政府 包括了綠營的指控 我就直接問一個問題 這事情到底有沒有政治力介入 很簡單 剛剛那個委員講到 你說那個謝國良委員 跟李永昌這個內政部部長 有沒有吵架 當然有吵架 要不然 請問一下 有哪一個內政部部長 會直接受訪的時候說什麼 說謝國良你是喝醉酒了 這個就算了 喝醉了 可你是不是有吸毒也就罷了 他說拉K 這個非常少見的 當時謝國良直接指指 就是說前朝在整個的 所謂合約內容有問題 所以才逼著林又昌要跳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是有前因後果的 林又昌當然可以跳出來回答 沒有問題 但他回答內容很快 我直接說憲政市長 你喝醉酒了嗎 還是你有吸毒 拜託林又昌你是內政部部長 有證據直接把謝國良市長抓起來 他用來驗尿 而不是用影射方式 認為他是不是有吸毒 拜託 而且他還不是有吸毒 他用拉K 這真的很專業 怎麼會用到這麼細的字語 來形容謝國良市長 然後謝國良市長不是要提告嗎 這個影射我 這造成我生育受損 提告 提告完之後 請問一下林又昌講什麼 林又昌說 哎呀抱歉抱歉 這些話不是他個人的指控 是大家都這麼覺得 跟他無關 拜託你幫個忙 你是內政部部長 公務人講出這個話來 結果你最後答案是 大家都覺得 所以他才講 你可以查一下 委員查一下 這是林又昌部長自己講的話 這東西身為內政部部長 應該做個事情嗎 而且先不要忘記 這個狀況還不只有金融市 台中也發生事情了 大家記得吧 台中那個內政部 說地的問題 說台中市政府 標售的土地價格過高 導致房地產價格上漲 稱台中市政府是賣地王 蔡其昌副院長直接附和說什麼 他說盧秀燕是賣土地的巨人 蓋社會的侏儒 綠營的官員跟名單聯手公盧秀燕 結果呢 一天不到內政部出來道歉 啊抱歉這個數字用錯了 這個造成了這個 大家對台中市政府的誤會 林又昌來說對不起不好意思 結果咧 沒有結果啦 NCC有出來罰一下 假新聞你可以處理一下 直接光明正在講假新聞呢 之前中天怎麼被處理的 講錯了一個數字被罰幾十萬 請問一下現在有沒有責任 沒有責任 內政部是各部會之手 各部會之手 他會在連所有的資訊 新聞真假都不考究的情況之下 敢直接提出來 攻幾個抹黑對手 你告訴我他的疏忽還是故意 我真的懷疑他不是疏忽 這事情很簡單的 把新聞鬧這麼大 搞得盧秀燕市長還在228 當天出來說 算了算了他已經道歉了 用愛與包容 對於林又昌 對於民黨綠營的人而言 請問一下後續有沒有 再出來處置這個問題 當作沒有事情 我只問一個問題 林又昌內政部部長 接下來2026 你有沒有想要出來 選縣市首長 你有沒有對於台北市 各個縣市有興趣 如果你是有興趣 或到後來你真的被提名了 我只能說 現在對於很多謝國良的指控 包括盧秀燕市長的指控 都只不過是政治操作 選舉提前的手段罷了 這些東西我老實講 對於民眾是公平的嗎 對於Net是公平的嗎 對於基隆市 對於台中市是公平的嗎 我現在你們這種心中 都有一把尺 我覺得真的拉太遠了 如果說今天 對於基隆市這一次的整個案子 林又昌市長 他我想 他雖然現在是內政部長 可是是因為謝國良先去 所謂指控前面的相關問題 所以他必須跳出來回應 那第二個部分 對於台中市 就是原本你的土地 如果過度去做很多的一個標售 那麼這些有抵廢地 因為我們知道台中市政府 做了很多重化 很多重化之後 很多的抵廢地 這些都是人民的 台中市民的經濟母 這些說真的 你賣了就沒了 土地賣了就沒了 不是賣了還會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因為數字上面 反正是比例原則 我覺得 然後土地房價漲最高的是台南 你可不可以查一下台南狀況 漲得比台中還凶 請問一下還有沒有 做出什麼批評 沒有啦 漲價與否 這是另外一回事 現在所講的是 所謂賣土地的問題 那我們土地的比例賣的過多 那我也覺得你們也可以質疑 本來這整個過程當中 就是一個公開 您可以問一下 台南既然提到台南 今天有一則新聞 台南光電必案 這有時報的喔 說台南光電必案擴大 檢方用證人身份 傳去台南市長黃偉哲 訓問了四個小時 當然國民黨 就跳出來講說 不意外喔 搞不好還有衛爆彈 然後民黨是講說 這只是配合辦法 因為他是用證人的身份 可是一般來講 案件 尤其縣市首長 大概一般檢方不會 莫名 沒事的就是請縣市首長來 當然他是用證人的方式 證人的身份來訓問 可是這整件事情 在未來會不會埋下什麼樣的 一些狀況 其實我覺得台南的光電 我一直認為說 請檢調要趕快速戰速決 因為其實從2022 2024 甚至未來2026 光電一定都會變成 國民黨的提款機 兩次的選舉都這樣 2022跟2024 之後是談到選舉 談到台南 國民黨就是用這一塊來質疑 所以我認為今天 他是證人嗎 就是趕快配合 配合完之後 而且四個小時之後 我想應該是都把所有的過程 這個小時請回 對 過程都已經教得很清楚 我們希望 檢調對於台南的光電 數戰數決 趕快處理好 配合司法調查 處理一次 趕快 因為從2022到現在 那麼久了 然後還有一個局長 壓在裡面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資料一定 非常的充足 就把它查清楚 趕快還給台南 市民一個真相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些事情 然後包括這一次 你看到在金門 因為重大一個355傳播 然後結果造成 兩條人命這樣 越燒越烈 現在 這整件事情 某種程度 國際媒體也都這樣討論 老共動作越拉越高 包括最近幾天 越界的飛機 或者什麼 越中線的飛機 什麼什麼這些 甚至他的那個 在金門海域 那進我們的 進制水域那些船 然後編隊越來越大 船舶越來越 頓速越來越高 這些的目的 都是給賴清德施壓嗎 就是在告訴你 520 我要看你到時候 520你到底怎樣 對兩岸關係表態 到底對你的立場 什麼 這些對賴清德來講的話 有需要在520這個地方 做任何的表態嗎 嗯 我相信對賴清德施壓 當然是有啦 可是你看北京的動作 不管政治 或軍事動作 越做越大 越做越強 包括昨天早上 其實金門的事件 已經發生了兩個多禮拜 可是 昨天早上國台辦 突然間冒出一個 只要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之下 還可以坐下來談 我覺得代表著 他是有他內部的壓力 這個壓力的時間點 當然跟下禮拜 中國的兩會是有關係的 那部分我們再來談 就是說 其實北京更大的是 希望在兩會之間 妥善的解決這個問題 所謂妥善當然最好 是台灣方面可以認錯道歉賠償 那叫做妥善 讓他兩會可以 封封光光的開 不會遭到內部的壓力跟質疑 所以你會看他動作 越做越大 然後他的壓力越拉越大 所以顯然他內部的壓力也很大 我認為他內部壓力很大 因為如果沒有給他 他們覺得沒有討到一些什麼 對啊 他接下來兩會喜事 那這個會萬一不小心 擦江總統被一些質疑 或者是有人提出更激進的東西的話 他這個旗虎南下 所以我覺得他是希望 我覺得短期是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當然 你拉長來看 他當然是希望 藉由這個所謂的 驚嚇的水域事件 創造出他對於台灣所謂 切香腸的極限施壓的空間 我就是一台兩台 到前天一共十一台 而且頓位越高越大 而且位置現在不是只有金門 馬祖也發現了 然後再來你也有登船檢查 然後也有這種所謂的驅離 各式各樣 他把所有的東西 在這時候全部演練一遍 看看台灣現在的反應是什麼 這個反應當然某種部分 是作為未來 判斷賴清德政府上台之後 同樣什麼影響執政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能夠做成多少的一個狀況 最後一個我比較擔心的是 創造既定現實 既定事實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 我就是拿進制水域 跟現實水域視為無誤 對就是他們說的 他叫做常態化 海峽中間沒有了 我飛了常態化 基建水域沒有了 飛了常態化 然後再來 各式各樣一步一步的 算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 慢慢慢慢讓大家好像 習以為常的常態化 的過程當中 這有什麼嚴重的狀況 當他這種內國化的過程 越來越常態化 國際社會介入的理由 介入的空間 就要越來越少說 那你要介入你上次怎麼不介入 你要介入我 一系列排下來有這麼多次 你都不介入怎麼 現在突然間要介入 他就會有那樣子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是多重理由 不過我還是覺得 你當你聲勢越拉越高的時候 驚嚇這個事情 如果今天 今天其實也有周刊 把這個這個這個 金門見證書 他當時的船的那個照片 拿出來的話 也在判斷到底是過濕 還是真的這個船本身速度過態的翻覆 那當這個真相一出來的時候 你北京把生態拉得這麼高 你怎麼下來 台階要你自己鋪啊 因為是你自己走上樓梯的 你總不能跳樓下來吧 這個時候其實我會讓 我覺得讓北京 這個騎虎南下的狀況 會越來越嚴重 現在看起來的話 包括今天媒體上的幾則 相關一些訊息 新黨男主席吳春典 然後講說要彈劾 申請彈劾管閉 OK 然後馬前總統 談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只用不可思議四個字 他覺得政府沒有作為 為什麼會這樣講 第一個影像在哪裡 關鍵影像 密錄器有沒有 大家都找不到 現在聽說好像 金門已經跟對外 好像密會了 八次還九次協商 都破局嗎 那為什麼都破局 還有我們公開道歉 但我們講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 那如果真的有影像 如果真的有證據 我老實說 我們的海巡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本來就如此嘛 保護我們漁民的安全 保護我們海域的範圍 這是我們海巡 該做的事情 但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被對外人拿到做藉口 一直不停的攻擊我們 甚至把禁制海域線 直接劃掉 他們跟我說 沒有海域這個線了 通通他們的海警船 都越線 來做執法跟機查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 追根究底 就是沒有重要的關鍵訊息 那你說包括了 管閉林這個主委 管閉林主委之前怎麼講 他說 我們自己人 摧毀我們海巡的士氣 到底符合誰的利益 然後講完之後 他自己刪文 說他決定再忍耐 你為什麼好忍耐 如果是我們海巡受委區 跟對方拼了好不好 為什麼會講這些話 我只能說 拜託真的 保護我們自己海巡 該要有的措施 一定要有 不要現在發生這種情況之後 我們連證據都拿不出來 你要怎麼樣讓雙方的人 都能夠接受 因為不要忘記了 這是損失了兩條人命 而且要知道 以現在中國大陸的態度 不只是我們兩岸的關係 不是很好 他已經快波及到菲律賓 都已經是了 那這是 中國的軍艦 他陷中南海了 這個菲律賓總統 說令人擔憂 他說以前 中國都只用他們的海警船 現在是軍艦 對以前是海警 現在變成海軍 大家看一下這個說明 這個本月15號拍攝到的畫面顯示 中國不是海警船 是海軍軍艦 在南海的爭議 水域上已經出現了 而且還有 所以他的漁業 跟水產資源的船隻 代表什麼事 全部都一起過來 包括水上資源漁業 他們通通都有帶走 然後甚至還發現 這個衛星影像暴露 中國在施設 他這個浮動 這屏障要封鎖 一個非常爭議的 所謂的黃煙棒 對 那中國大陸的反應都很正常 還是老話一句 維護領土主權權益 不管是對於台灣 對於金門的禁制海域 還是對於菲律賓等等 他說法都是一樣 而菲律賓的反制措施 也很單純 就是說他會強化他們的海軍軍力 然後菲律賓的海軍呢 他們會增加反潛直升機 真是武器系統 可是我想講一句話 為什麼中國大陸 現在對於周遭的 不管是台灣啊 或者是菲律賓 有這麼多的動作 我個人認為是因為 大陸內部的經濟狀況 像當然不好 這真的狀況不好 當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 讓我感覺到 中共的高層說不定把重心 從經濟轉到所謂的軍事 宣傳所謂的民族主義 有的時候是一個很好 掩蓋民躍的方法 說來說 對於現在不管是 蔡政府還是接下來的 蔡政府還是接下來的賴政府 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當然希望兩岸能夠 做些好好談 要和平穩定最好 但就算如果做不到的話 一定要密切的 了解對外的狀況是如何 然後要千萬小心 我們周圍 包括我們所有 不管是陸海空 都不要有過激的行為 要小心 因為對外很有可能會利用機會 來藉口造成事端 甚至引發到我們 所不願意建造的戰爭 現在真的是非常嚴峻 不是雲彈風輕 真的希望民黨 包括執政黨 好好注意一下 畢竟我們國民安全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 請問一下 國際間 當然兩岸之間是非常複雜 不是單純是用國際間的問題 但是只要涉及到像這樣的話 國際間最怕的 叫剛才之聲有講到既成事實 誰只要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你要把它翻過來很難 我們宣稱我們有釣魚胎的主權 老共說有釣魚胎的主權 但是現在實際掌控的 他就在日本掌控下 每個人都可以宣稱 但是你要把那個翻過來就很難 現在賴清德他是準總統 那五二零以後他才是總統 現在小英政府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政府的高層 媒體上國安高層也講說 他們不會隨對岸的政治企圖把它升高 可是你不隨便要升高 他一直升高你的 賴清德坐在這裡 他現在講那我呢我五二零 你們都說他老共就是要藉著這個方式 一直不斷的把它升高到 甚或是要看我五二零的講稿 要表現什麼樣的善意 可是在現在的處理 一定就會影響到他五二零要講些什麼 這一定都是環環相扣的 那這些怎麼辦 這些現在怎麼辦 他又不能這樣 那我是準總統 我覺得你們應該 我的意見是這樣 這也不太好 那現在怎麼辦呢 這整個局面 我想這就是一個考驗 就是說因為五二零交接 那中國勢必一定會有些動作 那再加上這個事件 剛剛好它可以借題發揮 而且雖然現在已經也有交接小組 已經正式都成立了 那我相信在這交接小組的過程當中 這會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在整個國安會議當中的討論 就不再只是國安會議而已 而必須是這個交接小組 重要一定要參與 因為他不參與不行啊 不可能前朝講了 然後這個之後交接他不清楚 我突然之間接所有的東西 對 然後呢 我自己說我不知道 不可能 那是他們處理的 搞不好看的 對 所以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概已經都 進入到所謂的交接 而且這個事情這些 這些有重要的一些國安議題 都是在一起做一個討論 一個協商 而且是要無縫接軌 因為我們同樣都是民進黨 都是同樣的一個政黨 所以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需要謀合 謀合的問題 沒有 他就是要無縫接軌 那這個無縫接軌 你勢必就是要讓 不論是蔡英文總統 或是未來的賴清德總統 他必須了解 現在中國的態度 跟美國的態度 因為美國勢必在 十一月份是他的大選 所以這當中都是環環相扣 從五月這個 我們的新的總統上任就職 然後包括中國的態度 包括美國面臨他的一個 選舉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沒有任何問題 馬英九直接講說 他覺得我們的政府 怎麼會沒有作為 他用不可思議四個字來形容 我覺得我對馬英九的 講的話 我都覺得他才不可思議 對 所以他的話 我實在是 他當不合總統 對啊 他的回應居然是這樣子 對 我才覺得他不可思議 這個連要選舉之前 他都可以這個 相信習近平嗎 對 都可以講那一句 那麼離譜的話 所以誰還會相信很久 所以我覺得對他的話 我不去批評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 可能這個 可能國民黨給他太冷落了 所以呢 他必須要趁一些熱度 要講一些 讓人家 這個語不驚人 死不休的一些話語 但是我覺得現在大家所觀看的是 到底未來在520再升這幾個月 可不可以無縫接軌 從國防外交兩岸 因為總統主管就只有兩塊 國防外交兩岸 是不是可以無縫接軌 所以我要提醒 不論是蔡英文總統 或是賴清德未來的總統 這個所謂的交接過程 尤其中國 剛好又遇到這件事情 中國一定不斷的在試水溫 而且他也一直認為說 哇 賴清德總統 未來總統的態度 對於台獨這樣的一個意念 是比較強硬的 所以他可能會比過去 對於蔡英文總統的就職 會升高更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要密切注意 而且要緊密的獲得第一手消息 他也一直認為說 哇 賴清德總統 未來總統的態度 對於台獨這樣的一個意念 是比較強硬的 所以他可能會比過去 蔡英文總統的就職 會升高更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要密切注意 而且要緊密的獲得第一手消息 OK 那在這個結局 小宇 夏立言 又去訪問中國大陸 對 那這個過程 當然媒體上有很多報 包括他會看到宋濤 所有的這些 而這些在過程當中 跟這一次的金門稅 有人講說那怎麼樣 過去有助於解決這些嗎 那只是在這個結局 大家都很敏感的時候去 能夠發揮任何效用嗎 比較怪的是說 這個夏立言每次去都是敏感的時機 包括他最早之前被人家報道說 裴洛西 裴洛西那時候訪台 然後那個共機擾台 然後整個兩岸很緊張說他去 然後總統大選前 也是關係緊張又去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 雙城論壇 反正都是在很敏感的時間 他就會去 包括驚嚇海域他也去 那還有第二個點比較奇怪是說 這個本來夏立言他行前的時候 然後他說他這次沒有要會見中國的官員 但是怎麼突然今天晚上又說 這個中共這個國台辦 這個送他 要晚上來驗請他 那我認為就是說 剛剛博弈所講的這些 就是我從頭到尾就一直聽到 他這個在譴責我們的政府 然後好像這個對岸 他們應該如果 這大家都知道嗎 珊瑚傳播嗎 然後傳我們的海域嗎 不管是說你是這個走私也好 或是偷渡也好 那你怎麼都沒有去譴責中國 而且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今天最妙的是 而且我覺得今天最無法接受是說 他今天突然冒出 只要有九二共識就可以談 都可以談 那我覺得這個整個就整個就會覺得 你之前高舉的 人權大旗死了兩條人命 然後要真相要道歉 要什麼什麼 要這個賠償什麼的 那你今天這個 那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我非常贊成說 我們絕對不能用賠償這個字眼 因為用賠償 我們可以用撫恤 不能用賠償 因為賠償的話就代表我們是 我們賠償是要看做判定是什麼 要剪掉 剪掉如果判定有罪 你就不要賠償 那問題現在丁門紀的地檢署 都還在這個偵辦當中嗎 那只是說 大家都就事論事 依法論法 畢竟是兩條人民沒有錯 可是突然 這個 這個你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中共這邊就講說 只要九二共識一切都可談 那你前面講的那些人權 講的那些幫漁民要決議 不是 那為什麼九二共識 通通就可以談了呢 我會覺得說這整個就非常的奇怪 那回到這個夏立妍 到夏立妍 我剛剛講的 只要在敏感時機 他就會出現 我會赫然懷疑說 他是不是那個賴政府 或是蔡政府 他的那個兩岸密使啊 不然這個夏立妍為什麼 每次這個正常時間就不去 只要因為敏感 我們不去的時候 我們不努力 我們去的時候說為什麼 我們敏感去 那我們到底去還是不去呢 那我也問國民黨的朋友 就說為什麼 他都是這個時間去 就我了解了 夏立妍走訪這麼的頻繁 大概兩個目的 第一個還是募款 因為就我了解 就是說國民黨 最近的財務還不是很好 那當然呢 大家都會問 你會問說 不是已經拿了兩億多嗎 但是事實上兩億多 這個左手到 右手可能就要還債 因為之前那個 一個月三千萬的話 一年也要三億多 對 那當然 就是說兩億多還是有補啦 可是你說那個 可是你還剛總統大選完 你欠了多少錢 你是不是左手先拿到兩億多 對兩億多 你右手要先付總統大選的錢 那再來就是說 你們智庫 智庫很快就要還地了 很快要還地 就我了解智庫 最近會有一波財源 所以等於說 國民黨的這個財務狀況 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就裡面有人跟我講了 其實夏立妍大部分 還是去跟台商 你與其美其民 這個說什麼 去解決台商問題 可是他每次說 他去解決台商朋友的問題 請聽台商朋友的心聲 可是他每次回來 從來都沒有開過記者會說 他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 然後到底台商反映了哪些問題 他都沒講過啊 所以大家覺得說 天啊 那你到底去幹嘛 我知道募款是大宗 那第二個 就是說最近那個 他為什麼要跟宋濤 因為最近那個海峽論壇 又要開始了 這是國共每一年的重頭戲 所以我認為說 他這一次要去談這個海峽論壇 因為國民黨還是很希望 可以去跟兩岸維持交流 那只是說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然後中國方面又釋出了 九二共識再來談 我認為夏立妍 如果你就是算 國民黨的副主席 還是要財文底線 因為這件事情 確實是中國這邊青門踏戶 那你這邊 如果沒有守住我們的底線的話 你就說什麼 要隨著對岸起舞 什麼要真相要道歉 那說實在你講這些話的人 如果你真的把他 這個照片遮起來 你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哪一方的代表 不過現在看起來 楊敏 這整件事情 因為最近發生了很多一些事 包括 好你說 在這個節目點上面 我們海崑號 最近大家看到海崑號 然後在測試嘛 OK 那是安定明星 某種程度是一個作為 然後另外一部分呢 這次的金門發生事情 你看老共 就是一直不斷的往上走 不斷的把它提升上綱 上綱到現在 那有人就講說 兩方之間是不是有一些善意堆疊 那個包括陸沛 時間縮短這件事情 來英文的朋友 有人就直接講說 你說縮短某種程度 也算釋出一個善意嘛 在大家搞得這麼緊張的時候 拿這個出來釋出一個善意 那有什麼關係呢 六年四年 沒差到這種地步吧 包括醫界 當然你說醫界 包括健保 包括衛福部 他們說要經過評估或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 他牽動到的 某種程度 他到底牽動到選票 還是牽動到什麼 其實我想這個時間點 去討論 就是所謂的陸沛的 取得身份的 身份證的這個年限 我認為國民黨沒有準備好 國民黨 國民黨把它列在這個優先法案 這個會結優先法案 但是他沒有說什麼時間點 開始就是要開始去運作 可是呢 因為你放在優先法案 人家那個媒體記者一看到 優先法案有這條 趕快拿出來寫 朱立倫 打蛇隨棍上說 對 我們一向就是支持 這樣的一個這個政見 那因為這次侯友宜 柯文哲其實在去年選舉 他都有拿出來講 所以國民黨可能認為說 既然民眾黨願意支持 那應該沒有什麼 這個八九不離十 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可是他們忘了一件事情 我必須說 如果今天是真的認真 要打這個議題 第一個 像比如說現在民進黨 包括這些所謂的醫師啊 他們團體他們在做這個連署 反對的時候 你要馬上 你要馬上拿出說 比如說第一個 你醫療資源不一定會浪費 你要有那個叫做縮帖 立刻要有那個比如說 梗圖什麼就要做出來 沒有 我一張都沒有看到 然後國民黨團的幹部 有沒有對這個議題講話呢 我一個都沒有看到 國民黨的立委有幾個人 針對這個事情講話呢 我現在只有看到徐曉星 所以那就表示什麼 國民黨還沒準備好 而且未來這個議題 要在哪個委員會 可能是內政委員會 那內政委員會我必須講 你知道國民黨 七個立委在裡面 民進黨六個 加一個民眾黨 其實藍白是有絕對心思優勢 可是國民黨的七個裡面 只有兩個有當過立委 一個叫高金 一個叫徐欣營 那另外五個都是菜鳥 其中呢 除了牛許婷 可能比較有論述能力以外 我念給大家聽 丁學忠 張志倫 徐宇珍 黃建兵 你覺得這四個立委 有能力論述這個議題嗎 我跟你講我們大家講 八年前 2016年的時候 這個議題在立法院內政委會 闖關過 被民進黨殺的片甲不留 那時候黃昭順講出一句話 他說我為什麼要支持 為什麼不能放棄國籍 因為我們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黃昭順委員 當時在內政委會 直接講出來 現在國民黨 有哪一個立委敢講這種話 我直接說 國民黨如果還沒有準備好 這個議題就跑出來的話 很抱歉 這個議題就會見光死 而且如果今天 包括像比如說現在綠營啊 或是說很多側翼在帶說 什麼醫療資源啊 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是有點打歪了 我必須講 那個議題是有點打歪了 怎麼說 第一個一親居留這個部分 確實是所謂的 陸配才有的特權 但是他每年配額就是60人 70歲以上的這個來 其實我們從舊制度 論制度 這個是一規定 就是有這樣的規定的 那那個 健保資源的部分 是要來居留 來居留半年以上 你才有健保的資格 所以其實很多大部分的陸配 在台灣都早就有健保 在還沒有取得身份之間 就已經有健保 跟健保資源沒有什麼關係 那所以我說 如果今天把事情 就事論事來談的話 國民黨問題 我沒有看到國民黨 有大部分人在提這個 甚至你知道 林濤講的 都比很多立委講得清楚 我想說 那國民黨是真的認真 要提這個案子嗎 還是 只是因為他們 放在優先名單裡面 結果呢 不小心媒體先把它曝光了 那我是認為 現在的國民黨 還沒有準備 因為這一個禮拜 他們都在討論招委 都在討論藍白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在沒有準備的狀況下 硬要推 很放心 這個議題喔 尤其我不認為民眾黨 會輕鬆讓這個議題過關 而且當年黃國昌是反對的 當年在2019年4月16號的時候 也是黃昭順的這個案子 當年黃國昌是寫下說 如果這個案子過的話 是要台灣變成中國人的長照天堂嗎 他當時是反對的 不過說實在 因為黃國昌老師 當年的黃國昌 跟現在的黃國昌就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 如果民眾黨 要支持這個案子的話 那黃國昌 你可能出來講說 為什麼2019年你是反對的 不是你剛剛這樣講 黃國昌當時的立場 但至少黃國昌 民眾黨的立場很明顯 他是支持 立場很明顯 他們是支持 而且他們今天講說 那些中沛都是台灣的家人 這些 然後從當時提名徐春英 那個時候要不要提他 那時候大家討論很多 那現在看起來 因為 這個某種程度我不知道 大家在看這個時候 背後有沒有百萬選票的考量 我不知道有沒有百萬選票的考量 可是如果到 小玉剛才講的 黃國昌老師當時反對這個 民眾黨如果要全部贊成這些的話 那是不是要出來 去解釋一些 我好像需要出來解釋一些 心路歷程 為什麼現在開始 願意贊成 或什麼這些 不好意思我再補充一下 黃國昌老師 說還有好幾個 畢案還在拖延長 然後去做 然後不要濫用錢 事外一間 那現在還不是可以跟 還可以跟傅崑奇89延緩 這是2018 我剛剛講他反對 那個黃昌順提案 是2019 對啊 所以我說 黃國昌老師 I follow you 這個不用拍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這張QO 喝到臉紅紅 這個 我必須要說 就是 其實在心梅里全的網紅已經 用一句詞來描述黃國昌 他終於長大了 知道妥協交朋友的重要性 所以他現在去民眾黨 是去幹嘛 是去交朋友的 那如果有一位朋友 叫柯文哲 他的總統政見 就是六年改四年 那這位朋友的政見 要不要尊重 當然要嘛 黃國昌 他現在真正主打的 其實很少 就只有他的事發改革 他在總執行的那幾條 所以 現在如果你去問他 黃國昌你當年是反對這個 你現在怎麼支持 他立刻跟你講說 這個不是我負責的部分 這個是別人負責的部分 他已經這樣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 如果接下來 他要把我這邊講的話 重複一次 請大家也不用特別意外 那維浩 現在看起來的話 兩岸之間的關係 因為共軍他們最近表揚了三個 對 三個單位 那三個單位 都是對台作戰的關鍵單位 對 這某種程度有什麼含義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其實 我們雖然有一個 這個海巡的事件驚嚇 大家會把格局看得比較小 但是實際上 從大的格局來看 他一定是全球戰略的一環 他就不只是台灣自己的事情 不是說台灣 他阿共自己喬好這個事情 就解決了 他今天他有沒有背後的力學 我們剛剛講到的 共軍表揚三個對台作戰 他實際上表揚的非常多 其中有三個是跟台灣作戰比較相關的 有一個潛艦 另外一個空特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兩棲登陸 不過那是南部軍區的 三個剛好是這個登陸的部隊 空頭的空降的部隊 還有就是水下的部隊 對好那他們特別表揚水下的部隊的話 那當然台灣最近海空號下水等等的 一系列的算是展演吧 過去大家都知道海軍隊這一塊 他是一直都包得很密的 但是他們這次就讓你拍 拍好拍滿去呈現出來 當然第一方面是對我們產的東西有自信 再來就是他要去跟阿共那邊對話 你們在秀肌肉我們也要秀一下肌肉 你沒有進度你沒有表現我沒有表現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接下來這類型的這種 符號上的對抗 你會說這有什麼意義嗎 但是阿共最喜歡符號結局 他做一些秀出來的時候 他會看你那邊有什麼反應 所以當台灣這邊開始具體做出一些反應的時候 老實說有時候一些軍事線的軍迷問我說 為什麼台灣這個時候要去做這個 感覺好像有點在挑釁 我不是說潛艦啦 其他的時候有時候秀肌肉丟出一些航氣毒 其實都是台灣看到裡面的符號 我現在就丟出相對應的東西去 有點去嗆你嘛 這邊就可以看到這邊的這一塊 美國學者的擔憂 最近有兩位美國學者都提出同樣的擔憂 就是針對驚嚇事件的 他們針對驚嚇事件的解讀是 第一沒有說用海巡處理是錯的 但他們擔心海巡在處理上經驗夠不夠 為什麼台灣這個時候要去做這個 感覺好像有點在挑釁 我不是說潛艦啦 其他的時候有時候秀肌肉丟出一些航氣毒 其實都是台灣看到裡面的符號 我現在就丟出相對應的東西去 有點去嗆你嘛 這邊就可以看到這邊的這一塊 美國學者的擔憂 最近有兩位美國學者都提出同樣的擔憂 就是針對驚嚇事件的 他們針對驚嚇事件的解讀是 第一沒有說用海巡處理是錯的 但他們擔心海巡在處理上經驗夠不夠 我這也是相信很多國內對於 包括管閉林主委的質疑就是說 你到底夠不夠進入狀況 有沒有即時掌握狀況 因為軍事的反應跟一般行政的反應 警察警察差不多是不太一樣的 它是非常即時的 你海巡在海上出了狀況 他能不能像軍隊一樣做出 比如說地線指揮官立刻做出反應 針對反應 那會不會有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這是美國學者所擔心的第一個點 第二點就是我們後面 有沒有足夠的軍力去把它頂回去 也就是說 實際上阿共怕的一定不是海巡 一定是國軍 國軍的東西是 我關你什麼海警船 你找一艘船真的過來 我可以一發把你貓下去了 其實從第一天開始 就有很多人在關心這個議題 事件一發生的時候 大多數百姓問了說 國軍要不要動 而不是海巡要不要動 就國軍要不要動 那國軍的態度其實 就是你要打就來了 但是就是先讓海巡去處理 國軍是能夠守住這一條件 只是他不出拳 但是一直不出拳 一直沒有動作 當然別人就會問說 啊是不是這樣的力量 中共不會怕 也就是他這邊所提到的 缺乏更強力的軍事存在 不只是國軍 美國是不是要適時的展現 所以從現在這一塊 大家是不是可以回想去 過去了兩三年 動不動於 美國的海巡 加拿大海巡 法國海巡 還有澳洲的海巡 都會來這裡爬爬走 不只是南海 他會直接經過台灣海峽 其實也都是同樣的意味 有時候我當我海巡 都可以投射過去的時候 我的直接的海軍 一樣可以快速投射過去 那在這下面還有兩塊 他其實同樣的新聞 很多人會解釋 美國現在要裁陸軍 49萬的編制 49萬4千 那裁到47萬 是不是美軍要說了 他會不會沒辦法 投資兵力到前線 然後美軍他的操作 實際上是完全相反 他是把一些 包括純布 現在已經稍微純布了 他把純布裁掉 還有一些資源部隊裁掉 還有史萃克呂 這個就是一般的步兵的 我們的所謂機械化步兵 步兵鋁這樣子部隊裁掉 他要去做什麼單位呢 MDTF一個特遣隊的編制 那在亞太會有兩個特遣隊 他把原來的原額消化掉 然後去編出一個新的特遣隊 原額就是 就是財務上才可以喬的過來 而且我要講 雖然從49萬 才到47萬 但美軍現在 實編也只有44萬 就是真正有佔缺的 他的人數是沒那麼多 好那他製造這 4英的5個鋁出來要幹嘛呢 他實際上就是要投資的 他就是要投資到亞太 或是投資到印度亞 那其實這也差不多啦 都是可以快速掉洞 這個部隊非常特別 這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這個部隊他會立刻丟到前線 他的作用是 直接連結他們的太空的偵察 去導引這些後方的武器 往前方投射 所以他的概念 已經不是我拳頭過去扁你 而是我會派出一批情報人員 或是那些情報 專門負責指揮調度的 到前面去 立刻指引我的長城武器 從後面去打你抑制住你第一線的狀況 所以就我們現在的觀點來說 這樣子的調整 說不定讓美軍呢 在馳援整個東亞 不一定是台灣 也包括了南海的這個局勢的時候 能夠更快速更靈活 也就不用擔心這所謂共軍小股的突破 王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因為昨天在節目裡面 創下有講到我們的海坑號 你剛剛講這次真的讓大家拍好拍滿 各個角度 然後還有一個角度的照片 是有一些官兵站在海坑號上面 某種程度大家有講說 你看到那個他也要展示告訴你說 他的平衡balance 因為對前線來講那也非常重要 那包括他前面幾個魚雷餐孔 創下的意思是講說 那個魚雷餐孔為什麼讓你拍 他說那個密合的程度 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所以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接下來出來海坑 我們大概會有八艘 類似像這樣的潛艦 對 那這八艘在整個未來防衛作戰 那你知道因為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的深度啦 或是紋這件 我們佔優勢我們比較清楚 對 所以這八艘下去 某種程度對我們來講的話 那個海峽長城 基本上是可以確保嗎 好的第一點就是創下所提的 就是這一點就是因為大家對 過去國建國造的歷史 有點不太了解 那實際上前面的國建 它出來是有大改的包括 陀江 陀江就是做出來之後大改 那總是要試嘛 試了之後才會去針對問題去改 但是這一次的前面 它直接這樣跑出來要注意 它是真的第一次下的 不是有之前偷下 現在拉起來再下第二次給你 沒有它是經過計算之後 認為說沒問題 它就這一次直接下來給你拍 所以這代表什麼呢 我們的模擬的包括軟體的部分 其實跑得已經非常好了 就是我們就說電腦測試 也不是直接隨時就電腦測試 都已經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非常有自信這一點 其實代表技術的已經大幅提升了 那當然也就代表 一號件二號件它所需要修改的部分 沒有那麼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它的那個魚雷管 過去我們看的魚雷管很明顯 那個是因為大家看的過去都是電影 那個都比較早期的前見 所以它那個管是比較明顯 可能就一個坑在那邊 不然就是它那個水密場 那一打開關起來 你會看到外面有一個很明顯的 這一次的魚雷管 甚至密封到很多人說 奇怪這個前天是不能發的魚雷的嗎 結果前面沒有管 因為看不到洞 實際上有六個 是有的 就是它實際上有 其實它那個密閉做得非常的好 以致於外觀上看不出來 第一個為什麼密閉做得好 外觀上看不出來 它是很了不起的是呢 聲音 就是它任何的孔洞 在水下滑洞的時候 特別是前面都會有聲音 都會被抓到 都可能會被針織 就是它會形成特別的聲紋 那我以前做我對面的 就是聲紋官 就是在部隊裡面 做我對面的聲紋官 那它有時候就是的確是 會有聽出很細微的差異 一聽就知道是你那一集 所以差一點點就差很大 那現在這樣子 能不能做到真的聲音上面 沒辦法被針織 不知道啦 但至少在技術上 是已經讓人滿意了 好 那這樣子的這個狀況 它跟我們所謂八艘下水 有什麼樣的影響 重點就是在於 如果第一艘下去 要改的部分 就不多的話 後面就很快 後面就真的下餃子了嘛 就是第一艘 大家確定裝起來都沒有問題 跑起來都沒有問題 注意這是沒有問題 後面就是快速的量產 它應該可以很快速的 滿足我們的戰備的需求 所以實際上海空號做得快不快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快 因為我們過去台灣 不管是製造任何東西來說 它以陸海空三軍來講 它的進程都是非常穩定 而且快速 那在今夏這件事情 在鬧得沸沸沸沸沸沸的時候 你聽到海空號 包括大概對很多國人來講的話 也會覺得最起碼我們在 自我防衛這一塊來講 非常的重要 可是你在關心中國大陸 剛才其實我也有講到 會不會內部的一些經濟的問題 因為我每次在節目講 我們也不希望它動盪 因為它一動盪 老共老是出內招 內部動盪就向外 外部處理 對對對 內招轉外招吧 然後把所有的目光焦點 擺在外面 可是它的內部一些問題 就是那時候 我們一直在尋人啟示 尋它的國防部長 請它的外交部長 這麼大的國家 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 說不見就不見 然後最近出來的新聞 他們兩個人感覺上 說是被除名 還有火箭專家被除名 可是感覺上 不至於到最後 不至於死 是這樣嗎 是沒有說 說不見就不見 但是說出來也是出來 為什麼 因為大家確實 還在想說 李尚福跟秦剛 一個國防部長 一個外交部長 原國防部長 原外交部長 跑哪去了 兩會的時候 你要知道 這兩個人都還是人大代表 原來 人大代表 那兩會人大 總要出來 對啊 那不然你就要讓他 被辭職或怎麼樣 所以果不其然 秦剛 秦剛在昨天的時候 就被公開的出來說 他請辭 請注意這兩個字 他請辭 天津市人大代表 簡單講就是 他辭職了 所以他這次全國人大 他不會出現 但是這裡有兩個奧妙 第一個 請辭是什麼意思 主動 當然 不是被請辭 我還活著 我還活著 對對對 所以很多人說秦剛 是不是已經 已經這個消失很久 是不是這個生命摧毀什麼 欸 既然用這兩個字的話 那代表說至少 他的生命是沒有安全上的危險 第二個 因為這次一公布 或者是過去中共的經驗當中 有些是罷免 罷免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做不好 你有問題 所以我把你免掉 他們也有罷免 有時候我罷免掉 現代化 對 沒有還不錯 人家有選舉啊 只是他得票率很高 對啊 去年這個 去年全國人大 兩會開通人家大 他說這個 習近平是全票通過嘛 2965票 贊成 0票反對 所以他也是有選舉 有有有 OK 所以過去是罷免 可是秦剛這次是用請辭 也代表說 他懷疑說 是不是秦剛的事件 調查差不多 該要一個落幕 習近平準備對他重重舉起 輕輕放下 對 那這裡這邊再補充一個 紐約時報在討論 說那接下來 既然秦剛請辭了 那接下來這個 外交部長王毅一直幹 也不是辦法 那是不是啊 接下來是誰要來當外交部長 兩會 因為外交部長必須是這個政務 那國務院選舉 他還是要透過一個 選舉的程序 就要任命誰當外交部長 但是紐約時報第一件講說 秦剛因為去年發生的一件 跟可能跟這個 美國什麼相關的浪漫愛情故事 而遭到這個請辭 這紐約時報用的文字也蠻 典雅的 然後用浪漫的愛情 羅曼蒂克的浪漫愛情故事等等 那但是接下來可能是誰 可能是劉建超 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這個人 這個人大家印象到他 原來現在是外聯部組 外聯部的這個部長 可是他很特別 外聯部長是負責政黨外交 OK 可是他一月份跑去 跟這個 這個這個布林肯見面 就是說你政黨外交的人 跑到就在我們選舉前 是以他為身份 跑去跟布林肯見面 所以大家都認為說 接下來 是不是他要接外交部長 過兩天 下個禮拜兩回就揭曉 但是另外一個好玩的是李尚福 原來的國防部長 好玩的來了 至少到今天為止 他的人大代表 還沒請辭 也還沒被罷免 他被拿掉的是 他前兩天被拿掉的是 中共中央軍委委員的身份 可是問題是 他的人大代表身份還在 所以他在想說 那李尚福又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不管李尚福怎麼回事 但是中國的這個軍事清洗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們會看到 這個這兩天又來一個 就剛剛講的 所以除了情感之外 這個有一個火箭專家 叫馮傑鴻 他這一次也是被 不是被人 也是自動請辭 他的這個人大代表的身份 火箭軍大家知道 我常常在算 火箭軍到現在為止 到底有多少人 被這個被罷免 被這個清洗掉 火箭軍到現在 2015年成立 也不過就三個上將 三個上將 再從去年到今年 三個上將 全部都不見了 全中 然後政委 也一個政委 也不見了 那中將以下的 我們就不講了 所以等於 基本上火箭軍 是基本上 全滅的狀態 這也是大家在看說 習近平的 兩會的過程當中 我們除了看他 內政的經濟的一些報告之外 也要看他在人事 在外交 在國防上面 人事的運用上面 接下來會對 整個世界 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因為他現在 處於一個外交 國防兩塊 人事真空的狀態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如何這種 所謂的決斷獨行 或者是要信任誰 都有可能影響到 接下來中國這一年 在外交 在軍事上面的一個走向 火箭軍對於 中國來講 當然非常重要 以前二炮部隊 後來火箭軍 所有的飛彈 導彈這些 但看起來習近平 就是要整肅火箭軍 對 那這些過程 好不知道整肅完了沒有 但現在看起來的話 兩岸之間 一個驚嚇的這個事件 到底要怎麼樣的處理 是能夠讓兩岸之間 不會把整個事情 變得越來越往上 往上發展 那現在看起來 老共那個地方的態勢 是這個樣 那我們又該怎麼樣面對呢 對國內政壇來的話 今天招完選舉完以後 那接下來 還在藍白河嗎 不知道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現場 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希望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下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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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